首先第一,如何建立Hello World的專案 建立專案怎麼做? 第一個,你先Ready你的環境 模擬器都開起來 第二個 新建 一個 Android 新建 如果是英文版應該是New 這個一樣,沒有翻譯 Android 記得不要選錯 Android App App Appication Project 這個 OK 那 這個 其實App就是App的縮寫 所以 如果你講App,外國人會聽不懂 你講App,外國人比較聽得懂 所以像我剛剛看一個網路上有個節目,他就 在講說台灣有些英文發音錯誤的 第一名是什麼 Sk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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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國人會覺得怪怪的 應該是什麼 叫Skype 他不是Skype Skype好像是台灣才會有 第二個就是App App 外國人說App 直接連在一起 就是Appication的縮寫 另外 另外還常 常常講 聽到錯誤的那項 那個 YouTube 其實應該是YouTube才對 YouTube Tube好像就是他們的電視的俗 就俚語啦 電視 You 就你嘛 Tube就是 你上電視 意思就是這樣 那這個是華裔的叫陳世俊創的 後來賣給Google 賣了好像6億美金的樣子吧 不過現在的價值絕對不止6億了 現在YouTube的價值我看 恐怕600億都有可能 你看翻了至少100倍 OK好 那第一個就是先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這個 再來 Appication Name 什麼Name呢 你可以打一個簡單一點的 一般我們就叫Hello Hello Word 或者你打一個Hello也可以啦 這不影響 反正就是打一些字 那名稱的話 我們就打Hello Word好了 那再來的話呢 Package Name這裡 特別注意就是說 暫時不改好了 不過如果你不改 將來你要上載到那個 Google Google的那個 Play商店 是不行的 這個一定要改 那這個裡面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這個是.com 就是你公司 什麼公司 比如說這個公司 Example 你就打 我乾脆改成Label好了 就是Label L-A-B-O-R Label就勞工好了 勞工的 那如果你要不是點 COM的話 你可以 打EDU 應該知道意思吧 這個有點像 Domain 就是 網域名稱 那前面是你的 專案的名稱 再加上你們公司 再加上你們公司的性質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它有一定的規定 你就千萬 就按照它的規則來 OK 那我剛剛只有改一個Label好了 OK好 那 最低的 那個 哪一種版本 例如說 你這個 這個App 最低的手機版本 是哪一種 比如說 它的手機 假設2.2的手機 現在應該很少 還可以Round 但是2.1可不可以 就不行了 就是說呢 你越高的版本 可以裝舊的App 但是 新的App 就不能裝在舊的機器上面 這個觀念大概有就好 那我們這個地方 Target我們大概改好了 全部都改成10 乾脆這樣比較簡單 比較好記好了 全部 都把它改成10 全部改成10 然後最下面這個Singming 這個布景主題 我們選擇None好了 就不要 就是不要有一個外面的Singming 它不要有布景 就是全部都10 然後None 這樣比較簡單 OK好 我們單純一點 比較好記 所以剛剛的話 我大概就是 好了Word 好了Word 這邊Label 然後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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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e 下一步 這樣會比較簡單 OK下一步 再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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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Finish OK沒有 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這時候的話呢 就會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建立新專案之後的話 其實接下來 你只要記 兩個地方 以後你開發的話 最重要的兩個地方 一個 就是先設計畫面 設計UI 第二個就是什麼 程式 再去撰寫程式 兩個地方 一個是前面的 UI 界面 那 UI 界面 設計好之後的話 再來撰寫程式 所以你要記得 兩個檔案 所以專案建立起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不過他還在跑 我們的前端的畫面 在哪裡呢 前端畫面 一定是在這個地方 RES 裡面的Layout Layout就是我們的版型 裡面會有一個 一個什麼 類似像 我們的前端的頁面 目前預設都一個頁面 當然你將來可以加兩個 加三個 加四個都沒關係 所以 我們的前端畫面佈局 一定在這裡 所以這一點要踢一個 特別注意 第二個就是程式要寫在哪裡呢 等一下再來講好了 我想第一個 你就先把這個開起來 然後等一下來講說 我們 將來的佈局很簡單 就是在這上面 增加一個 請按按鈕 然後再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可以有一個變化出來 就完成 第一個練習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